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于显阳原本就对宪兵队的地形甚为熟悉,当下又向无润官详细咨询地牢布房、火力配置等情况,于显阳潜入宪兵队制服翻译官,然后藏身于仓库,只待日军吸灯后便开始行动,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日本卫兵,继而将前本出救出牢房。 翻译官趁机逃脱,大声呼救,惊动了鬼子,于显阳把前本出背道三爷的打铁铺,便前往鸭蛋桥搞要,不想经过昌门时,竟眼见骆驼弹的头颅高悬于城门上。 小秋怎么说,是。 初南兄,眼下时局不容乐观呐,政府仓皇迁都,所有战略物资来不及转移,所有部队来不及调集,手上没钱没粮没人马,拿什么抵抗日本人的进攻啊,眼下最重要的第一,是时间。 第二还是时间。 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有人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对我们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的这个人,可以确认吗? 既然两网合十字网也,其字网奈何,与烂而亡也。 韩清兄,正所谓,治标不如治本。 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这块腐烂的内脏,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割掉呢? 你以为伪作不晓得斩草除根的道理啊,其一我们手上没有此人投敌判过的真凭实据。其二,此人在军政两界影响巨大。你轻易动他不得。 这是,杀他一个代表又有什么意义呢? 敲山真火,延缓时态发展。所以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时间。只要有了时间,我们就可以逐步扭转战局。 我明白了。 楚南兄,以后对武汉法报无比谨慎。周佛海是他的心腹,又是中央宣传部部长,直接掌控电台。不瞒你说,我手下的报务员,十有八九都是周佛海的人。 回战官,特务处电讯总台,情报员,浅春雨,前来报到。 难怪你给我派了一个新手。 至少干净,没有什么背心勇气来放心。 还是韩清兄深谋远虑,考虑得周到。 楚南兄,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八十八师的士兵在你那里闹事。 对,而且还闹得挺凶。不过我现在已经把他控制住了。 楚南兄,干我们这一行,绝不能够心慈手软。 一旦发现有位底无比快刀战乱马。 你想我们好不容易把老虎赶到这里来, 你可不能放一串鞭炮就把他给吓跑了。 看什么呢? 这,这说的是我吧? 是啊,快走吧,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不是,画像这个兄弟是不是瞎子呀? 我明明是个方脸,怎么给我画成大饼子脸了? 这下辈子也找不着我呀? 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甩饼嘴? 要我说,就该把你画成个猪头三。 你这样说话可就不公道了吧? 我这张脸虽然不是碧月修花,那也是。 得了吧,碧月修花那是说女孩子的。 大哥,阿妍,这边。 走吧。 她。 老大,老大。 这里是一条台阶。 从这条台阶过去之后,有一拐弯。 这里,这里有一条通道。 从这条通道过去之后,到这里。 有一扇铁闸门,过了铁闸门。 这里还有一个台阶,在下台阶。 之后,这里,应该就是前师傅被关的房间。 你叫吴? 论官。 你爹就是那个。 这里边有多少鬼子啊?什么装备啊? 两个。 入口这里一个。 这个铁闸门这里,还有一个看门的。 两个人身上都带着枪。 还上了死刀。 对了,铁门这里有人把守。 没有证进不去,得有证。 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是那,翻译官给我带进去的。 他有证。 翻译官? 姓黄的那个。 胖胖的,还戴个眼睛。 对,就是他。 我就说嘛,外面那个画像肯定是照他画的。 那么大个脑袋套我脖子上,能不像个猪头三吗? 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说笑? 没听日官说吗? 进地牢得有证件。 我们去哪里弄证件? 这个简的? 谁有证件我们就去找谁。 你再好好想想,这个铁闸门是向里开还是向外开? 铁闸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往里边开。 大哥,你们这个干什么? 当然得问了。 这门向里推和向外拉,这进攻的方式不一样。 向外开,我一枪就能把后面的警卫打死。 要向里开呢? 有门挡着,我怎么办? 明白了。 这样一来,铁门就把人给挡住了。 那怎么办? 别着急,我再琢磨琢磨。 这件事我心里差不多有数了。 但是我缺三样东西,你们得帮我准备。 大哥,擦什么? 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第一,我需要一身行头,最好是要有墨镜。 我在新兵队做过工,我怕他们其中有人把我认出来。 明白,这叫乔装打扮。 这叫乔装打扮。 越来越聪明了。 衣服我有,我可以去店里面拿。 墨镜我也有。 不过我得去家里面给你拿。 你的呀。 行吧。 第二,我需要一辆黄包车。 这次交给我,我去找四封。 第三,我需要一把短刀,匕首也行。 没问题,这个交给我了。 我晓得你在打三老爷的主意。 三老爷? 三老爷是谁的老爷? 上次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就是我们刀会的三当家。 早年还这么无举呢? 买刀的? 哪里? 三老爷是打铁的。 打铁铺离这里不远。 行。 那要这样,这事就成了一半。 大哥,你跟老道就先回书场吧。 我得回去看一遍。 明白。 惦记着家里那口子。 是啊,我是有些惦记。 我得看看这小子这段时间饿瘦了没有。 好。 走啊。 掌柜的,你终于回来了。 三个没三个。 他什么时候跑的? 我也不晓得。 今天早晨我给他送早饭, 他就没有人影了。 多怪我眼力差。 昨天这家伙就贼呼呼的套我画。 我竟然都没有看出来。 套你画? 他怎么套的? 他说,他怕他那支枪受潮,放这不行,放那也不行。 我就告诉他放在衣柜里了。 真是的,我这是贼骨头说梦话,不打此招啊。 不打此招。 三嫂,你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对吧? 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你姐夫被鬼子给抓了。 你们两个,谁会打枪? 我以前在阳城湖边上打过野鸭子。 打过野鸭子呀。 这个会用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叫我中正事吧。 应该没问题。 那就行了,事不宜迟,我决定今天晚上去行动。 吴润关。 只要天一黑,你就带着我们到新兵队,找那个黄胖子。 我,我带你们去啊? 你不带我们去,谁带我们去啊? 用不着害怕,你就把我们带进去也就行了。 你在里面晃一圈,没人怀疑你。 行,行吗? 小鬼子,睡在对面的楼上。 十点钟准时关灯睡觉。 十点钟一关灯,我就开始行动。 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我。 大哥,坐吧,怎么接应你? 挺好了啊。 这里,是新兵队的大门。 门口有条街道,这里有个拐角。 把黄胞吹进来以后啊,就藏在拐角这个地方。 我把里面的哨兵干掉。 背着钱师傅出来,撞上车我们就走。 这么简单啊? 你还觉得简单啊? 要不给你俩挂鞭挂在门口那里欢迎一下? 我,我没那个意思。 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办了最好。 但是中间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我是说要是打起来的话。 我,软罐。 你不是会打枪吗? 我把枪留给你。 一定要把门口的哨兵给我干掉。 这,这,怎么又是我啊? 我快告诉你啊,我这枪法可以办。 我,你怎么会打枪呢? 街口到仙兵队的大门,总够二十米距离,扔个杯子也能砸到人吧。 那就这样,你闭着眼睛朝大门开枪,这总会吧。 记住了,千万不能让哨兵把大门给我关上。 行吧,我尽量。 那我呢?我能做什么呀? 你啊,你任务可兼具了。 你到寒山寺,见到这个佛祖为我们烧香保佑。 就是我于显阳讲的,就算我们三个都死在那里,也会平平安安的把前师傅救出来。 我去哪里? 于大哥。 还得死人呢? 我逗你呢? 我的意思是你找静远师傅,给你爹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还要把我爹送回寒山寺? 对啊,你没听过吗?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只要一打起来,你能想到苏州城肯定是全城戒严。 再留在这里,那不是找死吗? 那就这样定了。 吴润官,你去给我指败行头。 陆多蛋,黄毛车交给你了。 阿元,我们两个去拿刀。 最后我们在铁匠铺和一起出发。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辆车,不偏不倚,就停在陆伯红的身边,把我视线挡住。 我当时就急了。 你说打,打,我怕打偏。 不打,我怕它饱了。 就在这个时候,风一样来了一辆自行车。 车上是谁? 谁? 老大。 快啊,不知道怎么拔的,想当当。 塞开,影子都没了。 那萝卜红呢? 当然是,我亲眼看见。 大先生这段除奸记,讲得是精彩绝伦。 让我们这些旁听的人,就仿佛是身临其境一般。 阿瑟,今天晚上我做东,在松鹤楼给我摆一桌。 一来呢,是给大先生庆功。 二来,也是给老道兄弟接风。 小子了。 老道,原来咱们也算是有过交情。 这次,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你说,我该怎么谢你? 曾长官,你真的要谢我? 这个事情我不混弄你。 你要是真的要谢我,那我可就要开口了。 曾长官,不瞒你讲,老道如今,算是一条孤魂野鬼。 大妙不收,小妙不要。 所以想偷奔你,在你手下混口饭吃。 不知长官能否收留。 你是密所? 跟我开玩笑? 大先生,我的话曾长官不信, 要不你老帮忙给讲讲。 小胆小胆,小胆。 这些人,昨天晚上,渡先生把他找去了。 渡先生讲,自己受不了日本人的窝囊气。 将要搬到香港。 我去过 问老道 你也跟我去吗 你猜 老道怎么着 直摇头 杜先生不开心了 怎么 不去 没什么 老道讲 杜先生我喝惯了上海的咖啡 我喝不惯香港的凉茶 是的 香港我去过 讲的话一句听不懂 这个天气热得像火炉 那个叫什么水土不服 好了 曾先生 老道的心思我清楚 其实凉茶咖啡全都是借口 他是不想做苏头乌龟 想留下来跟你做点事情 曾长官 我老道除了打枪也没别的本事 你想我要真去了香港 我这枪去打谁 那不成了个废人 还不如留下来跟着你打日本人 一来图个痛快 二来 影声也好听 老道 我就四个字 求之不得 好 曾先生又骗了一言猛将 可惜可好 怎样 表面呢就是咱们的情报员 他带过来的消息就是说 日本人现在终于决定 把谈判的地铁定在苏州 上海这一趟还真有成果 对 郑警司办成了不说 还一口气干掉了四十三个汉奸 双喜临门 今天啊 一定要多喝两杯 大先生 郭九 他讲他要回去处点家务 你忘了 你把乖这个人 来 怎么了 早啊 不是说去大铁铺吗 怎么跑车里来了 是啊 就在前边了 快走 这么紧啊 好 谢谢 小一点上 铁铁走 我来我来 三叔 韩队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 这位是我朋友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你想 想跟你借把刀 借刀 借刀在做什么 这一下子也跟你说不清楚 那好 你带你朋友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喝点茶 去吧 干四伯 我这里有客人 送一壶茶过来 好的 马上过来 干四伯 我手上忙事情 你帮我送进去 好的 你忙吧 我去 吹得这么紧 你干什么 阿元 就当我不在 我先躲一下 回头再跟你讲 三叔 是你啊 前家姑娘 我还以为是谁呢 来快走 走走走走 找你三叔有事啊 是啊 他呀 他呀 得忙一阵子呢 来我陪你喝点水 我替你家三叔啊 老提起你 说你跟大先生学说书 我心里还想呢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学什么不好啊 偏偏学说书啊 抛头露面的 多不好啊 后来有一次啊 哎 我去那个山堂街 那个菜市场办事 正好路过的时候 看见你跟大先生唱双档 我这个脚啊 就给粘住了 走不了入戏了 好 孙婶 要不你先去忙吧 哎呦 忙什么啊 这时候都吃饭了 没人打水了 你看看 哎呀 真不经念的 有人来了 好了 钱姑娘 我就不陪你了啊 好 对了 钱姑娘 下次有空啊 到我店里去喝 我给你泡一点好茶喝 有时间一定去 我老虎糟就在对面 我走了哦 来了 走了 哎呦 我的天呐 这追的也太紧了吧 嗯 那婶子 是你三叔的 哦 是我三婶啊 怎么你认识啊 何止是认识啊 对面那淑水店 你老娘舅就把我关在那里 哦 那这么说 那个老虎灶 就是我老娘舅常说的联络点咯 嗯 哎 才出虎穴又进狼窝啊 曾先生 嗯 你要不要嫌我多嘴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了一支枚 大先生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嗯 老话讲 文武第一 武武第二 老道这次来苏州啊 就是想找机会和一支枚彼时彼时 老道 你用的是短枪 他用的是长枪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路数 这怎么比 曾长官 你以为我真的要跟他比枪法呀 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那你们想比什么呀 我听说啊 日本人在打南京的时候 有两个鬼子比杀人 他们比看谁砍的中国人的头颅多 真是畜生 所以呢 我想和这位一支枚兄弟打个赌 赌谁先杀满一百个日本鬼子 大先生 你看好哪一头啊 我看好你们两头 杀得越多越好 老道 杀鬼子没错 但不是现在 大先生可能没跟你说过 这个一支枚就是由于太过任性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所以我才把他关起来的 总之 当前最重要的事 绝不可以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是 曾先生讲得对 你们现在要格外地小心 免得打草惊涉 郭兄 你怎么才过来的 曾先生 我对不住你 余线阳 他跑了 跑了 跑了 三叔 你那些刀呢 怎么都不见了 别提了 全被小鬼子搜掉了 说那是凶器 快点 你不认了 可好 你不认真的 你不认真是 你不认真是 实话实说吧 阿元他爹 让小鬼子抓走了 给抓走了 一个老四八交的手艺人 小鬼子抓他做什么 这说来话就长了 反正总而言之 都是因为我的错 所以我得到先兵队去救他 但是我手头上 却一把顺手的家伙 去救他 一个人一把刀 你就敢跑到先兵队去救人啊 你不是受死吗 不光是我一个 你还有枪 兄弟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叫余显阳 小鬼子告示上写的 切牙三 切牙 你 你就是杀鬼子的一车本 我也不晓得来苏州 怎么就弄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外号 泡样的呀 你是英雄啊 你英雄啊 有种啊 安队 你怎么不早讲的 害得我有眼不识金相遇 三叔 三叔 千万不要 你可不能叫我三叔 你那么叫我等于是骂我 你晓得吧 你要是看得起我 叫我三哥 那我就蛮荣幸了 这怎么行 他叫你三哥 那我岂不是跟他差着辈分了 去去去去 大人在这里讲话 你擦什么嘴 你 你真美 好啊 擦 Juliet 我了 幸好我留了一所 把最后这些家底都藏了起来 藏了不少 这把刀是正面交手 苦于吧 顺手吧 这把合适 和德国的军用匕首长短差不多 兄弟 我多一句嘴 你用这把刀是正面交手 还是贴身肉薄 贴身 越劲越好 我想也是 不然你不会选一把这么短的刀 一寸短一寸些 用短刀子最好反手 三哥 你这是练过的 以前练过一些些 后来黄飞掉了 那你就别谦虚了 赶紧教我两招 我先虚先卖 晚上全用到小鬼子身上 好 大大 走 阿远 你们一起来的 他不是去四处那儿借车了吗 就顺便把我拉过来了 三爷在吗 在里面 教育大哥练刀呢 当时 你上了 你上了 三爷真厉害 哪 你上了 你生长时间 我 对 你生长时间 你失败的 你生长时间 你自己在这儿 他这个时候也许应该在寒山寺 我现在就赶过去 把他堵在那里 顾长官 你要是不嫌累赘 那就顺便把我也带上好了 正好我也可以 会会这位一只妹兄弟 行啊 正好跟我做个伴 老刀 如果他敢在你面前撒野 你就把他一枪告辟 这个先生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动之以轻 小之以礼 大先生 不是我威严所听 如果日本人的阴谋得逞的话 我们的国家就有分裂之余 将为园长的寒山里 只有八个字 务必搁杀 不容有事 也就是说 这中间如果出现任何阻碍 一定产出 各位 当间局势危急 我希望 大家能够 一大举为主 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想听实话吗 当然讲实话了 活像上海滩的拆白党 那就对了 要的就是这副样子 也不想想 给小鬼子办事的能有几个好人呢 说的不是你爹 我看这时间也不早 我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兄弟 你们几个小兄弟行不行 要不要我也过去帮忙锁 不用了 三哥 人多反而是雷准 要不是门口那几个小鬼子 有点碍事 我一个人去就够了 好了 好 我们走吧 阿元 你要尽快回寒神寺 去找静远大师 那你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兄弟 记住我刚才跟你讲过的话 用短刀要快要狠 下手绝对不要客气 我跟小鬼子有什么客气的 你那两招我都记住了 那就好 以后有什么思想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 再够 就此别过 兄弟保重 来 好 好了 这不是无段少爷吗 刚才我还跟小球太队聊到你来 是吗 那可不 吴大少爷 小球太队对你可真是记忠有加 这位是 这是我上海来的一个朋友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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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鼻子怎么搞的 上火了 流血了 对了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这个地方不方便 去里面讲 好 好 是这样 我们家里面的有一批货 我想找你跟黄军那边通融通融通融 可以 只不过 只不过 总得给点意思意思吧 那钱还就是 是不是 你怎么办 没办法 没办法 这急事 我去讲 你也不想了 你不想了 死我了 死你 请阿三 你 你疼不疼你 修 余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刚才这个死胖子 赶紧我带你进来 你 看见就看见呗 怎么了 脑袋掉了碗大哥疤 怕什么 你这害死我 好 你倒没死 你走了 我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 能出什么问题啊 看你那个样子 像他这样的罕奸哪 能留到活口吗 行了 没你事了 赶紧走吧 好 苏帝斯 那我走了 你小心点 看来这个酸猴子还真钻到铁上公主的肚子里去了 于大哥打算十点钟动手 这个于老弟可真是垫线杆子上绑鸡毛 好大的胆子啊 你还说的胆子大 你想不没有 一旦打起来 这鬼子把城门一关 那就是瓮中捉鳖 出都出不去 不行 我马上过去看看 不不 慢着 你刚才不是讲 城门一关就是瓮中捉鳖了吗 那既然这样我们还赶过去干嘛 那不是自己往里钻吗 你放心 那里有个输水店 有我们自己人 不行的话 我们就走水路绕过楼门 郭长官 贫僧不揣冒昧有一个不勤之情啊 大师 你不必客气 有话直讲 如果前师傅他吉人天象得以安然脱险 那郭长官能不能把前师傅 直接送到我的密室来 让他在此安心静养啊 大师啊 你能在危难之际收留我姐夫 我真的是万分感激 只是 只是我最近发现 我们寒山寺总有鬼子进进出出的 这个无需担心 你知道 这些鬼子兵来此作甚 他们是来看着那块尸碑的 尸碑 是的 日本的朝乡公鸠燕王 相助了这块尸碑 于是便找了一个举办什么博览会的理由 欲罢此碑运往日本据为己有 我封桥叶伯碑乃寒山寺至宝 岂可落入这伙强盗之手 于是贫僧叶不能寐思虑再三 最后决心重刻一块甲碑 用于满天过海礼带淘江 我明白了 大师啊 在整个苏州城能满天过海 以假乱真的恐怕也只有我姐夫了 正是 哎呀 其实贫僧也知道 钱师傅他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按说应该远走高飞才是正理 可是 无奈之下贫僧为保住寒山寺这个无价之宝 也只能厚着我的老脸 恳请钱师傅出手相助了 大师啊 你不必多虑 以我对我姐夫的了解 以我姐夫的为人 我相信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只要我接到我姐夫 我马上送到寒山寺来 阿弥陀佛 一切拜托我郭长官了 老娘舅 带上我吧 带上你干什么 你在这里好好等着 老道 我们走 这么半天也没有动静 想必大哥已经是得手了 你扫住了就不行吗 您哪里淋》 您一个轮道 等我心里给他 看见没有 再也不老实 这就是你的下场 起来 怎么回事 我来打 头发给了我久待 杰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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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杵子 怎么能把人成不成这样 不死我看的 那也跟你脱不了关系 狗东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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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来场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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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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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打枪了 快开枪啊 我来 我来吧你 快走 回来 没打中啊 老实战 政官 我打造一个鬼子啊 我小的 你躲起来 快一点 狗狗蛋 狗狗蛋 英大哥 英大哥 大哥 我打造一个鬼子了 你好让他 将我也给你弄来了 好啊 赶快撞 怎么样 失诚了 赶快撞 赶快走 放我扶着点 太沉了 狗狗蛋 大哥 大哥 别管我 快走 骆驼 骆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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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公队长可信 一个人被禁闭 另一个人逃走了 马上成立下去 任何人不能车上 是 你停车 打电话给陆洁医院 叫他们过来试心 马上同志小丘客战 是 你们两个 你的 你的 走 宪兵司令部有令 关闭城门 是 看在清醒 我们来晚了 跟我走 去哪里 他们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大远 你去哪里 是 老套 你跟我走 游戏 放开 杜贝军 是他的枪吗 没错 就是这把枪 把瞄准剑拆下来 我看一看 是 不简单 居然是自己制作的 真了不起 恭喜科长阁下 凶手前阿赞 终于被我们禁闭了 不 不要过早地下戒轮 那个樊医官不是见过他们 把他叫来确认一下 科长阁下 樊医官死了 什么 把尸体送到陆景医院去 派人仔细检查 确认死者的真实身份 是 走 我们进去看看 我 你再坚持一下 这把我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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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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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坊 坚持住了 我们到家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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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来还有一个凶手 有这么长的一把短刀 是他把千门处救出去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全取所谱 千门处已经被你打得半死 如果不得到及时救治的话 根本活不了 这凶手冒这么大的风险 把他救出去 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可着可下 我立刻下令 严谜搜查素质上所有大小诊所 还有那个什么千阿三 一定有商业敬拜 是 新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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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是你啊 兄弟 咋您啊 回礼兄弟 没事的 能捆高啊 就回来了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三哥 出岔子了 骆驼弹死了 你得给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 好 你跟我来 来来来 妹妹叫我 来来 来 白白酒 白白酒 兄弟 你前死伏伤得蛮严重的 得立刻找一个大夫啊 三哥 现在小鬼子肯定把医院和诊所都盯上了 你不要急啊 你在这里看着 我把二哥叫过来 二哥 就是我们的二当家的 原来是我们苏州城里面 最有名的郎总 等一下 老头疼 不管我 老头疼 personajes 个大夫 大哥 你相信我吧 大哥 你是一支枚吧 那你是一支枚 我就是骆驼大侠了 我把你的枪藏在这个骆驼弹上面 你看 放在这里 鬼子根本就看不到嘛 兄弟 你是我在苏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我看不到 不得了 前师傅 你可坚持住了呀 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可每次都得连累别人 害怕你也给连累了 因为我的冒失落都在死了 他是我在苏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所以你必须活着 你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我 我于显阳真是连死的心都有啊 你要是好了 我答应你 我下次手痒痒的时候 我绝对忍住 我再也不闯祸了我 我绝对不连累你们家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呀 我 来 接着点 这个椅子没 老头 把尸体拉回医院 我办点事情明天回去 是 你嫁得对 曾先生 上海的死情才刚刚摆平 不能再功亏一亏 确实不能让他有着性子再瞎来 郭掌柜 郭掌柜 这是 他叫阿宝 是自己人 是我安插在 鬼子陆军医院的内应 见过长官 不用客气 自家兄弟 郭掌柜 外面什么情况 阿宝 你跟长官说说 长官 那个一枝枚 他又和鬼子打起来了 你看 我没说错吧 这就是一个祸害 你先听他讲下去 我都看见了 一共死了五个人 东京还不小啊 郭掌柜 大先生 这次我们绝不能够再手软 这个人必须除掉 这次不用你为力了 鬼子已经替你干了 怎么回事 因为死的那五个人里边 其中有一个就是一枝枚 你讲的什么 我亲眼所见 他手里握了杆枪 枪上还装了个东西 好像和望远镜差不多 那没错了 可我听鬼子说 他叫钱阿三 他的真名叫余显阳 隶属八十八十 二六二六 特务营 我天哪 曾先生 曾长官 不管怎么说 余显阳 他也是一个杀敌的好汉 是个英雄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知道 余显阳 叠杀完口 有功于国 我会报警军委会 追受他保顶勋章 那钱师傅呢 钱师傅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大哥 我听阿元告诉我 今天晚上和余显阳一起行动的 还有吴润光和骆驼蛋 你说会不会是他们把我姐夫给救走的呢 那我现在就去老吴家看看 大先生 你最好先别出去 现在外面戒严 鬼子贱人就装 跟疯狗一样 大哥 他说得有道理 我们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了 等鬼子消停了 我们再动手也不迟啊 无论官平时窝窝囊囊囊的 这会儿到还有这份胆子 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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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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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钱师傅 钱师傅 喂喂喂 我同你讲一下啊 这是我们恶当家的 大家叫他恶苏 你要是把他看好了 我叫你二爷爷都行 你快给你看看 好好好 这人什么情况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小鬼子大的 哦 没救了 你说什么 没救了 你知不知道 为了救他 我小兄弟搭上一条命 你凭什么说没救就没救了 我刚才为他量口水 他还能够讲两个字呢 你还是不是医生啊你 兄弟兄弟 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你消消气啊 不要急啊 不要不要不要 二哥 没事没事 他只是心里卧着火 所以才口不择言 哦 不过 他的情况的确很严重 我实话对你讲吧 他这叫炎症 也叫做伤口感染 除非能有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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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什么 有一种药水 西洋名字叫做 潘尼西林 听说医生下去就要到病处 潘尼西林 小老弟 我这样一讲 你可不要抱什么指望啊 最主要在上海滩 那可是一根金条换一字 还比丢好 那 那个 二爷 你再好好想一想 这苏州城里面 哪里能搞到这个药水啊 这我也不一定讲得好 不过在苏州城里 凡是做西医的都晓得 想买违禁品 就去押弹桥 有马飞吗 马飞是违禁品 我们这可买不到 你可以去押弹桥 找东阳自老 他们专门倒卖这个 怎么这么重要 你这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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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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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気手啊 对啊 对啊 好 曾美国 我曾美国 不是不是 各位乡亲父老 各位街坊邻居 大日本皇军来到苏州 是为了我们 建设皇帐乐土 也是为了大都亚共荣 让我们 过上有吃有喝的好日子 但是 还有少数的匪人 和残败士兵 他们甘做蒋公的走狗 搞不清 什么东西 所以 皇军 小鬼子就闹到什么呢 他们是想杀鸡给猴看 想吓唬老百姓 杀谁啊 你还不知道啊 一支美 一支美 你还不信 脑袋都让日本人割下来了 就挂在舱门外 也是为了大都亚共荣 好 你还不信 是啊 对